四人一组 警方大动作在台中东协广场巡逻 也发送宣传单 印尼文 泰文 越南文统统都有 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威胁 让东协广场内的店家也不敢大意 应该有一点担心吧 有个假装就会喷酒精这样 出去都是有人就戴口罩 有一些人就说 我们店本来之前有卖口罩 现在都没有 我都说叫他去药房那边的地方 现在都发生这个状况的话 就是每个家开药房的地方 都是没有这样的 要带比较好 自备酒精 处处都消毒 甚至上门顾客也不能放过 其实在台移工总数突破70万人次 其中台中市的移工总数 全台第二多约有10万人次 东协广场就是他们最爱的 假日娱乐场域 就怕聚集有疫情扩散风险 每个人口罩不离声 是有方文准备的 对 对 对 就有菲律宾 越南 印尼 加上本国四个国家的人 在这边群聚 所以怕群聚感染 现在是武汉肺炎的流感时期 所以怕群聚感染 所以我们特别用他们三个国家 加上本国四个国家的语言 来这边加强宣导 不止台湾人要做好防疫 移工们的卫教防护也不能少 加强宣导防疫 希望让移工们也能安心工作 也远离疫情 欢迎新王红世辰 李嘉宇 台中报道